继续我们看到在最近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 这封联署信呼吁要出台严格的反性骚扰法律 要求学校对师生来宣讲反性骚扰政策还有相关规定 同时要开除那些被证实的性骚扰者 中国高校是不是有可能由此就反性骚扰问题建立起一套机制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中国的女权活动人士叶海燕女士 来分享她的观察与看法 叶女士您好 您好 主持人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我们先来谈一谈 您看到了最近几个月来 其实在中国不断的有高校 在加入这个反性骚扰的行列当中 那么可以说也是沉寂着国际社会的这场 所谓的MeToo的运动继续的在中国也在蔓延开来了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与了解 对于中国高校现在这股反性骚扰的呼声 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非常开心就非常兴奋 就是今年的这种反性骚扰的浪潮 就是还有那个力度比以往都要有效果 然后也是特别具有这个普遍性 那其实这个高校的性骚扰 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有一些学生向我们求助 那我认识有一个大二的学生 当时他好像只有19岁 然后他跟我跟我说 他说他的老师看起来60多岁就非常慈祥那种 刚开始老师只是搭搭他的肩膀 后来他觉得老师在抹摸他的手 当时他觉得非常害怕就不敢去学校 但是又是他的导师 他的作业必须是要求他的那个 他的认可才能够过关 才能够毕业 然后家里又很辛苦供他读书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就觉得一讲起来好像身边的人 都会讲自己的学校那些闲猪手的老师 或者社狼的教授什么的 就是然后大家都把这个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很无赖的 就是说一个赤校 赤校这个群体的一个方式去嘲笑他 就没有办法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来够能够制止这种行为 那么我看到了这个有一些女权的组织 他们提倡了这个高校的这个要求 学校做出一些反应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是 那么叶女士我们知道 其实几年前您也发起过这个校长开访 请找我 那么来声援一些在小学里面 就传出的这种性骚扰或者性侵案 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中国的教育界里面 不仅仅是在高校 在很多的地方都存在着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是由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徐开斌老师 他发起的这个全国高校教师 反性骚扰宣言的公开信 那么他呼吁全国人大 来通过这个反性骚扰的法律 来严惩这些对学生的性骚扰的人 那么您认为从这样的一个联署公开信 有没有可能从而建立起中国的一个反性骚扰的一个机制呢 您乐观嘛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女权人士说 即便这个反性骚扰的呼声如此的高涨 但是在中国有关于性骚扰 有关于MeToo的相关的一些文章 仍然是遭到了审查和封锁的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您对于建立起反性骚扰的机制 您乐观吗 首先我看到这一次的行动中间 好像这个新闻事件有一个姓武的一个老师 好像他是被开除了 然后那个结果真的是大快人心 我觉得这个学校 我觉得到此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这个非常就是 非常就是感谢也敬佩这个徐开信老师 他提倡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他说的这种方法 通过人大立法 对遏制这个高效性骚扰 肯定是有有作用的 那如果是有作用的事情 政府不去做的话 我觉得那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 那他在保护什么人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思考一下 所以我觉得 即便是在人大方面的立法有一些困难 那么其他的高效 我觉得也应该有所动作才是 毕竟现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 就是如果 如果他们真的想彻底 让所有的性骚扰事件都能沉入水底 我觉得那家是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所以我觉得 可能这个缓性骚扰法 就是说立法的一个问题 会比较缓慢 但是我觉得这次的事件 足以一个能够让政府的有关人 是应该有所考虑了 那么叶女士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 可以说也有很多人说 其实是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一些观察人士说 在中国 不论你是高效性骚扰 还是职场的性骚扰 很多他都是基于权力 或者资源的不对等来实施的 那么性呢 只是一个手段和形式 真正背后的实质问题 是以公寻私 还有权力的滥用 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 是不是格外严重呢 对对对对 虽然说性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和目的 但对于女性来说 它确实让男性最容易拿起来的 一种手段和一种目的 就是当他不需要性的时候 你比如说那个 当他不需要性的时候 他可能要别的东西 你如果是你没 他不需要你的申请的时候 可能你就需要 性价荡产的 你必须给他进贡其他的钱财 所以这个同样都是给这个 就是底层人 或者是权力关系中间的 那个下层面条的人 就是带来伤害跟影响的 所以最终的 还是一个制度的 监督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所说的 这个权力的滥用的问题 还有权力寻足的问题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叶海燕女士 感谢您 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和分析